超古理論 天地鬼神 人間奇才 迪金美帶你遊走 奇幻大世界 超倫鬼才 好 回到新一集 超倫鬼才又有花洋師傅 花洋師傅 你好 大家好 花洋師傅 我知道你最近很忙 很忙不斷在摺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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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陣子我就問 花洋師傅 是不是有燒衣 所以不斷接 那你就跟我說 這次不是燒衣 那麼簡單 剛剛好是天寫日 需要接一堆還債金 沒錯 做了一個法事 叫還債金的法事 是 法事名叫還債金 衣包叫還債金 其實那法事是叫還欣債的 那要是特定選用天寫日才可以做 為什麼呢? 因為黃恩大赦的意思,而可以在那天做 首先我們先問一個問題 還債金是什麼呢? 這件事是怎樣出來的? 以前有一件事叫壽新經 有一本書 也會排出所有東西 即是你欠多少 前世欠了多少錢 你要做了那個功德 之後呢,你的人生道路就會比較暢順 是這樣的意思 但是這個是我們不關今世事的 還前世債,我可不可以認為是還前世債? 你說還了前世債,很簡單 即是當高利貸 你欠了你不還的話,你回答你 你很大件事 如果你還了上世債 那你今世的路會比較好走 傳下來,教出來是這樣說 教出來是比較 而做了那個人 眼見 即是幫他的客人做過的客人 看他真的好很多 是,但我想問 如果剛才發言師傅所說的 是要計算出來的 沒錯 那我要給我的出生年月日時去計算 是怎樣呢? 出生年月日時計 我們會做齊所有的 是 做齊所有的 那就逐條柱和他計算 即是用三條柱來計算 四條柱 但是四條柱 但是是不是要基於那本書來計算 是的,那本書裡面寫明了 寫明了 你是欠多少 是 那一條柱 比喻 甲子你是欠多少 要還多少經書 是 要做齊這個意思 要還多少經書 是的,包括裡面有寫明 他告訴你你要看經多少卷 即是他直接說要還什麼 他都寫明 是的,很簡單 你欠多少貫錢 要還多少經書 是還多少經書 不是還多少錢 有錢有經書 兩樣的 當然你燒完後還有一些經書 是 當時要放在這裡 要拜祭做儀式 那些經書是用來燒就是用來派的嗎 派 那一袋東西 還供、觀曹那些書 那些還債金 即是多少貫錢 那些是要燒的 是 燒完、拜祭完之後 有經書就要去派 即是有間放下齋舖 或者是廟宇 做好所有儀式 才叫做完成 那些經書不會是手寫的嗎 不會 通常是很簡單 你訂好所有東西 回去做儀式 即是做完之後 你真的要放下經書 你不放下經書 是未完成的儀式 需要本人去放嗎 最好 其實當然 最好是日本人去做任何事情 因為很簡單 你借錢 我幫你還 就不可能 你不需要 若果你是因為某個原因出席 沒有辦法 但經書最好就是由你自己派 OK 即是我可以跟你做完所有儀式 做完所有儀式 但經書你一定要親手去派 因為你不可以只付錢 又不參與 OK 但那個經書 有沒有說到 我要是地藏經 他沒有寫貫任經 他任何經書 當然 不要離題 他不可以離題 總之是經書 所以他沒有寫明是甚麼經 即是沒有整本聖經 是的 當然 如果聖經是很嚴重的 因為反過來 因為他本身很厚 如果他說你三十卷 麻煩你派給三十份 三十份經書 那你三十本聖經 擺在那裡 我想你會派在那裡 就是新藥都不行 所以反過來 他會寫明你是要付些甚麼出來的 你放下些甚麼 要去做些甚麼 他有說到的 你跟足儀式做了之後 當然是最一定要放下經書 因為試過有個案子 做完 他沒有放下經書 放在家裡 放在家裡 即是經書有了 放在家裡 給了他了 有間做完之後 拿了回去 找不到地方放在家裡 接著就打電話問我 他說很差 沒有理由 這麼多人做了都可以 其實看見他 即是有些 本身有些客人有病 找不到醫生醫 即是醫療多少醫療 後來又不知為何 有一條明路走出來 即是總之突然有貴人 是的 現在是可以走走的 是沒事的 即是找到明醫 但沒有理由 然後我問他 你放下這件書嗎 他找不到地方放在家裡 我說你不要管 一定要放下這件書 先叫這個儀式結束 是 如果你不放了經書 簡單一點 其實這個儀式你還未完結 後來放了之後 真的不同了 關於放經書 我們很多時候就知道 齋譜 但舊式齋譜 新式齋譜 都不可以 那我想問 廟宇可不可以 可以 廟宇可不可以 全都散開了 需要不需要全部拿給別人 不需要 當然 你可以有本書 自己在街上派的 是可以的 不過我想不會 不會有人這樣做 OK 因為由早上派到早上 都不會有人接 沒錯 除非你說 送一包茲子 說真的 如果送一包茲子 我也不會拿 因為對於外國沒有用 但是如果有些人 可能去廟宇門口派 可能不可以 但是你會比較辛苦 當然 廟宇會餵嗎 未必會餵 因為你不是收錢 但是如果有些廟宇可以放下 你就放下 OK 是不是所有廟宇都放下 不是 都不是 一定要問 先詢問過 好像齋舖也是 你不要想著 齋舖走過去就放下 不可以 一定要先問 我可不可以放下 當然他說可以 歡迎 那你就放下 OK 放下完之後 就會 即是你會有效果見到 OK 那 那佛堂可以嗎 也可以 可以 可以 當然 當然 一定要查詢 就不可以偷偷地放下 老實說 如果他把你把經書丟掉 很簡單的 你阻礙他 他把經書丟掉 我不知道是誰的數 就是 究竟是 葉子在 扔經書的人 還是你偷偷地放下 因為你先不規定 他扔了你 其實也很合理 你會阻礙我 有沒有查詢過 如果他查詢了 他會讓你放下 但他絕對不會扔你 如果告訴你 你可以放下這件書 他絕對不敢放下這件書 OK 就讓他在那裡散 明白 其實最主要 因為我知道 天社 我們叫做 算福德 其實 縱經就不如寫經 寫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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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條數學題 是的 我們就要為還 但很有趣 所以它說明了 沒錯 真要天社才可以做 因為我們ımızı要去文wheel gł 我是 cog Łuc 我 atmos 轉替 美 可以嗎 是哪天可以做的? 我可不可以找一個良神吉日做? 不行 我真的這樣問,我可不可以找一個 良神吉日 即是紮一做可以嗎? 做這宗法事可以嗎? 那等於一年只可以做六次 所以只可以選擇天石 那我是否一定要指定天石做? 那我想問是否六個天石都可以做? 基本上天石已經是 黃恩大社是可以做的 當然,若果有些人 再精少許 會計法字 如果衝我會不會太好? 其實衝自己動也 散也 如果你是不好的時候 你做了這件事,衝了便好 等於很簡單 有些叫破日 破日是醫病 為什麼? 反而如果是破日的話 因為若果反過來 很簡單 如果你是問病 見貴人是未必是好事 問病 見貴人未必是好事? 問病 看見好事未必是好事 反而是破日之類的 因為本來你的病在這裡 是否是舊的事 如果你破了它,便是沒有了 反而是相反的 是要反過來看 是要反過來看 是很有趣的 所以一定是否要用天石 我告訴你是 其實燒 因為你會燒 我們以前說衣包 你會寫給誰的宗辭 誰的忍 先人 上款下款 那這個 我又寫給誰呢 當然它也會列明 你是給誰的 曹官 曹官是 曹官是 你欠了那條柱 欠了那條柱的曹官是姓什麼 曹官是 地府的一個 那個司衛是什麼呢 可以說是地府其中的一個 官職比較高的人 是 他本數的 或者他是一個 十三谷 三司十三谷 當然他還沒有去三司 即是可能是局長那類人 那類人 即是那類官曹 他就說到明 曹官是姓什麼的 你給他就可以了 很多個曹官的嗎 是很多個的 即是每一個 你可能那條柱 是第幾曹官 是 第三府 第三府 我記得 第三府好像有兩個姓 即是那個局 可能比較大 可能有兩個官 即是有兩個姓氏 都有 都有兩個姓氏 那你就還給他 那當然 你會做一輪功夫 然後就會去化成 要把所有的東西 真的要化成出來 當然 你拿去街燒燒 那你可能你進了一包東西 拿去街燒燒了去 那未必可以的 所以其實他法事裡面有很多 所以其實法事是還要品的 而不是好像我們燒衣 不是的 不是的 燒衣會品 燒衣是品味土地 對呀 你剛才叫普吉去促替過去 叫土地去找那個先人來 對呀 找那個先人來 哪裡去收東西 對呀 請土地去找他 對呀 但是你 那些是不同的 那些是上天的 那草屋不是在地嗎 不是 你向天停品 哦 向天品就叫做 品完之後他再落地 就是落草官 哦 那就是不需要土地去幫忙通傳的 土地去燒燒的時候 通常一定要拍片 說真的 你也要做一個儀式去禮貌一點 就是我去你們幫燒燒 那我也叫做 給你一些 給你一些東西 是 我可不可以認為 其實以階級制來說 其實土地找先人來收東西 是很正常的 因為其實土地也是一個官 對呀 地神 對呀 但如果你說 我現在燒還債 但如果你說 叫土地去找局長 就是曹官 那好像就不太對 你只可以跟土地說 土地我準備要找曹官 但是最後你要找上面的天庭 去發訊息下去 是否這樣做呢 可以這樣說 其實叫做通天達地 是 我先通了天 就是我上通天庭 告訴你 這份東西扭著 這個人已經還了 我通了天 再傳給那個曹官 通天達地 可以這樣說 但如果你不跟宵夜給先人 你宵夜給先人 你只要找土地 你不用通天 沒錯 就是不用告訴天 我要宵夜給先人 不需要的 只是 但如果你說 黃仔金就不一樣 黃仔金就真的要通天 通天達地 就是告訴上面 因為那又是天社日 對呀 天社日 所以我要通天 告訴上面 真的不只是給下面 我都要通天達地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 如果不是天社日的話 做這件事下得曹官不收呢 例如 今天是特別可以 叫下的曹官去收這件事 如果其他日子 是不收 即是不設這個服務的 首先 你要通 那份表文 我們會先通上天 就是會放上天 上面 之後再去宵夜 對 如果不是天社日 是 你品上去 你再做那件事 因為我們已經請示了問題 問過了 但都說 如果你良神一日做 效果是沒有的 那我想問 如果這樣的話 因為你那時候問杯 食物 如果你說我也是用了其他日子去做 是會不會品上天 所以那一刻已經有其他資訊 說沒有 對不起 今天沒有這個服務 當然啦 你品上去 或者他硬要收你的東西 但效果是否好呢 你最後品完之後 會不會再問一隻杯 不問 不需要問的 之後 完結之後 再問是可以的 再問是否已經完成 對啦 我沒有可能說我品表 我上表 上完表之後 然後我又問杯 然後我又做某件事 然後我又問杯 我們不會再問杯 是整個過程 就是整個過程 可以就行 不可以就是不行 因為我以為你品天 然後品完之後 天收不收到 即是訊息收不收到 我以為是這樣 其實你應該是化表的時候 就會看到的 化表的時候看到 對 因為他們的份表是有一點 有符有性 是 就會看份表是否動的 看份表是否動 對 那份表可以知道它動不動 對 那份表整個燒了 放在那裡的時候 基本上份表都不動 你何來達到天庭呢 哦 你通不到天的時候 你都沒有用 OK 就不是它不收你 或者可能是裡面 什麼原因做不到的效果 不知道 只是說 份表不動的時候 你都通不到天 那你不斷燒也沒有用 等於很簡單 過程等於就是 你沒有請到土地 去燒東西給先人 你都沒有請 蛤?你擺走嗎? 我不知道 你沒有通知我 你這包東西燒完就放在那裡 即是你那份東西 整包東西燒完就放在那裡 但誰拿就沒得說了 因為你都去不到 對 傳送不到去那個位置 即是那個衙門 可以這樣說 所以如果你選擇一做 或者任何一個衙門 不是天使一做 我覺得效果是會差的 與其你要花一筆錢去做 為何不選擇那個衙門 一做完之後 得不償失 我怕是沒有用的 你做了之後是沒有用的 作用不大 那你不如選擇天使一做 即是比較安全安全 因為教來的老師 都不斷說天使一做 就不要找普通的衙門 普通的衙門做 做完的效果是不好的 那我反過來問 例如做完 因為你做完之後 才給書的人 是不是 那他需要不需要限定 要多久 一定要把書 放在那裡 當然 若果是當日完成是最好的 當日完成是最好的 但若果真的不行 或者當時有問題 總之有他的原因 他不行 那沒辦法 盡快完成 盡快你把所有的東西 你欠了錢 你還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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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碼清掉所有的債務 那就不要拖一點 你拖著 其實還沒完成 而為何要天使 我會選擇 那天做 那是否應該要 那天所有的東西 全部完結 除非你改法事 你跟余蘭城會那些 那些法事 玩幾天 玩幾天 但這是叫天使 只有一天 我那天開始做 最好就是那天完成 就是最好的 這個效果是最好的 如果是不行 總之你一定要完成 你不要把書仔放在家 又不派 可能這件事做完之後 都未必達到你要求的效果 反過來問 就說 因為要計算 是嗎 在你做這麼多個客人之中 真是最高 最高要還債額 還有要印的經書 大概是多少 最高暫時來說 最高嗎 暫時來說 是 你的客人之中 有一個 今次有一個 有一個是比較多 今次有一個是挺誇張的 書 只是一條柱 都很像 這麼大洞 計算這麼大洞 計算一卷嗎 又拿了八卷 一份都 不知道九十幾的 只是一個柱 一條柱 但它一條柱 已經頂了人家 整個四個柱 你只做了一條柱嗎 不是 一條柱 已經頂了人家四條柱 即是欠的債務 我記得是二十八萬 二十八萬 一條柱 二十八萬罐 它差二十八萬罐 是二十八萬罐的 還債金 還債金 債二十八萬 但書呢 我記得是差不多接近一百本 一條柱 不是一條柱 是一條柱 一條柱 一條柱 應該不會有四個人都欠 四個二十八萬罐 我記得最高是二十八萬罐 最高條柱 最高條柱是二十八萬罐 是最高 如果四條柱 有機會過百萬? 過加 四個二十八萬罐 不過應該不會 因為它那條柱 我記得好像有兩個柱 有兩個柱 有兩個天干地支 是二十八萬的 只有兩個 就是兩個 其實你加了四條柱的 maximum都應該去不到一百萬 應該沒有可能去到一百萬 如果真的去到一百萬 我想那個人真的很差很差很差 很差很差的 不會有幾千罐 萬多罐 即是四條加一萬多? 二十八萬 二十八萬 是 好像是十幾萬罐 十幾萬 四條柱 一抽就破壞了 是很重的 裡面的材料 都要不同的嗎? 因為你二十八萬罐 如果你把二十八萬罐 如果你把二十八萬罐 去搶一萬大便 我想你有時間去搬 即是這個意思 當然 它沒有一張 因為它現在出的東西 它教下來給我們 那個師傅教下來給我們 都是這樣說 一盒是代表多少 即是有個數值 是 那它二十八萬罐 是入了三袋 好啦 那關於袋裡面 是什麼 它裡面的材料 即是說到材料 是跟我們普通衣包不同的嗎? 不同 是全部不同 完全不同 是什麼呢? 是還債金 真的是還債金 是怎樣的? 一張紙是天官金 但不是一般坊間黃色的金紙 不是那些紙 是另外的經文紙 它需不需要經文紙之後 又要再接成什麼形呢? 不需要接 如果接不得了 接很多的了 因為若果你真的要接 不知道怎樣跟你接 真是不可能接到的 教來的師傅 都說不用接的 總之你要入購 很簡單的銀子 很簡單的比喻 現在我們拿著這張銀子 我們一張是用的 沒有接到心形去買東西 你接到心形去買東西 當然有些叫做 說明是連花 你就真的要接連花 將它接連花出來 都是經文來的 都是有些經文紙的 是 有些叫做大悲咒 那些經文紙 它可以 它說明是叫做連花 是 真的要接連花 是 但是它現在的環節 根本沒有叫你接任何東西 哦 所以其實你要入購 捉這麼多錢 很簡單的 我差你100元 但是如果它很重 你的衣包也是紙 紙來的 那就尊 所以你入那個 就要懂得因 你要遷就 一袋100萬罐 兩袋90萬罐 那就加上280萬 28萬 OK 那就28萬了 那你入齊了之後 總之它有幾代 是 歸回是它的 到時候做儀式 要做所有的東西 要過火 然後才拿去燒 OK 因為之前都說過 燒衣包的時候 如果放太多衣包 先人都會來搞 那這個還債金 又會不會有這樣的狀態出現呢 之前燒東西 真的看到有些 古典精怪的東西 有些古典精怪的東西發生 這次 這麼久以來 燒還債金是沒有的 因為他們不知道這些東西 不屬於它的 或者是他未必要這樣 而且這件事 因為你是被罰官的 是 你因為這份東西 說不是被罰官 很簡單 這份東西是寄給一些 政府人員的 你這樣做 你不敢打他主意 OK 或者裡面 那些是比較 可能未必是他們正常用的 所以這次燒真是 當然 烈火紅紅 但是又沒有其他古典精怪 即是沒有旋轉火的 沒有的 是很正常的 即是沒有搶東西的狀態 沒有那些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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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似的事件發生 但是 反而還債金是沒有的 OK 即是還陰債的發事 還陰債的發事 是沒有的 OK 這個就是還債金 比較有趣 那我們下一節繼續談 好 如果各位對節目有任何意見的話 歡迎E-mail到 多謝各位支持 為例如同事